新動大未來幫您找錢來 Grandpa您好 我是主持院小婉 在公共場合缺一不可的靈魂角色 當然少不了就是垃圾桶 而台灣很多公共場合的垃圾桶 會用一些不鏽鋼的材質來做 不要小看這些環境工程 高鐵專屬的垃圾桶 一個可是要破萬塊以上的 我們今天要帶您前進這家不鏽鋼大廠 垃圾桶用不鏽鋼的好處是 它可以防雨水 甚至可以防火 而除了做垃圾桶之外 他們還跨足半導體產業 做的是晶圓框架 就連微軟跟SpaceX都找上門合作 台灣地下人愁道路運輸量高 人們仰賴大眾交通工具 不論是雙鐵捷運每日都有數十萬的旅運人次 人流大為了維持環境清潔 這一個個垃圾桶扮演靈魂角色 用螺絲將門板筒身緊密結合 這個不鏽鋼鐵桶是否有點熟悉 全台高鐵12個站點上千個垃圾桶都來自桃園這家工廠 從一片鋼材做起 雷射切割 折彎 焊接 組裝從無到有一手包辦 一般垃圾桶平均幾百塊到上千元不等 但高鐵專屬款一個要價或萬元 高鐵是需要有一個沒有內桶 然後我就幫他設計一個框架 這個框架是活動式的 很方便很好清潔又很好換袋子 高鐵為了讓清潔作業能更輕巧快速 要求垃圾桶得不加裝內桶 斜面設計則是避免民眾垃圾堆積 這些小巧思讓林坤岩下了一番功夫 高鐵這個產品我們前後花了大概將近三個月才能夠完成的 因為我們要去材料展開去試做 去慢慢慢慢去組裝 一次失敗 兩次失敗 三次失敗了 這個項產品我們就已經很正常很穩定在做起來了 到目前做起來已經有十年以上了 這還是很新的 很漂亮 很耐用的 延堂中聽得出對產品的自豪 讓高鐵向眾上門洽談 當時的董事長殷琦還親自致電道謝 但這可不是運氣好 而是數十年做出的口碑 46年次的林坤岩曾到不鏽鋼廠當學徒 26歲那年決定創業 我們那個年代有付出費 5000塊5000塊1萬塊的付出費我們飆起來了 飆起來我們就去買鋼材 買一些碰布 馬達 一些五金零件 我們就組台機器 材料要兩天買兩天 要五天買五片 是沒辦法買多餘的 布錫標會籌出二十萬 創業初期機器只有一台 材料也只能一片一片買 苦心經營也得撐下去 因為林坤岩認為自己獨到的眼光 已經秀得先機 有人的地方畢竟會有垃圾的 所以在台灣的時候 那當時沒有看到垃圾桶 台灣屬於在雨水比較多的島嶼 當時比較會想到做不鏽鋼的來去防雨水跟防火 民國七零年代經濟正蓬勃發展 越來越重視環保 卻還沒有付諸實行 市面上缺乏耐用的垃圾桶 是能投資的藍海 林坤岩成了先取者 推廣的是垃圾分作可燃跟不可燃 到過了幾年的時候 他就來分垃圾減量的 垃圾減量的時候 他就來分一個金屬類的 玻璃類的 紫類的 塑膠類的 一格的 兩格 三格 四格 一路從一般垃圾桶到各式分類桶 不少醫院 學校 連鎖百貨公司 都是合作商 陸續拿下機場 台鐵 北捷 高鐵等大單 更致力賦予 不鏽鋼不同任務 除了垃圾桶也做散架 煙灰鋼 廚具等等 甚至挑戰半導體液 產品的表面處理 讓客戶它的膠黏在我們產品上 可以比較牢固 晶圓切割研磨之前 需要用這晶圓框架固定 再貼上薄膜 防止晶圓滑洞脫落 半導體製程中不可或缺 尺寸大掃 形狀多元 以因應不同的客製化 原本台灣晶圓框架 大多來自美國 但是成本高 運輸不彈性 承諾他們搶盡的機會 其實半導體產業它很廣 其實匯用到這個產品 不是只有半導體產業 包括有些像是玻璃 一些被動物件 然後不同的國家 他們都有不同的需求 東南亞的國家 東北亞 日本 然後中國 美國 這邊都有很多我們的客戶這樣 SPEC X4 我也覺得很特別 我上網去查一下 他們其實好像是為了那個 新建計畫要去做的 除了掌握地理 價格優勢 加上自我嚴格控管 量率達到99.9% 全台超過八成 半導體廠都是客戶 正MIT 晶圓框架 更紅到國外去 微軟 Space Ads 都上門合作 打開海外市場 則是靠著二代 零六甲 我們那時候 國內業務銷售的方式就是 我們硬的DM 然後就是把車開出去 那個時候我們的主力產品 是垃圾桶 所以我們就要去找 那種新的檢案 新的檢案去找它 有沒有需要的需求 然後我後來發現 覺得這樣子的效率實在 很不好 後來就額外去學習了 很多不一樣的引流方式 那我們就漸漸的發現 真的會有很多客人 透過網站找到我們 留著一頭中腸捲髮 鮮得很有個性 林佑佳的外貌 跟內在一樣 都很有想法 勇於嘗試突破 不走父親鋪好的路 對餐飲有興趣的他 還承當了五年的鐵板燒師傅 我那時候還沒有回來 家裡工作的時候 我父親就一直在跟我講說 他一直覺得我們這個公司 就像氣氧產業 太陽下山的 他說你考慮要不要回來做 要不然我們就要把這個公司 就是處理這樣子 回來家裡公司有沒有猶豫 有 很有猶豫 因為就這樣子說 我們這種角色就是真的 做得好是應該的 因為我們本來就有這些 舞台跟資源 做不好 當然就會有一些 涮天鼓勞 我們不能講 優欣父親 一手創立的不鏽鋼拔葉 畫下句點 林佑佳 吞下了廚師白袍 穿上西裝 扮演最佳的業務 行銷自家產品 不但領軍拓海外市場 還要走進家家戶戶 其實國內有很多 不鏽鋼冰塊的搜尋需求 但是供應廠很少 就是我們特別 我們把它畫出一個象限 就是我們優先 當然是要找需求多 競爭少的 林佑的不鏽鋼王國 一路從垃圾桶到金圓框架 如今更要深入民眾的消費日常 來自桃園的這家小工廠 不自我定位 也不任意被定型 學家的可塑性 不停改寫歷史 再來看到這個很特別的人物故事 美國專攻升級醫療產業 很多新藥上市的背後 都有一個幕後推手 他的名字叫做白月珠 1978年在美國創業 專攻生物統計 也就是要做藥廠的翻譯機 協助新藥來通過FDA的審核 一年的營收就高達4200萬美金 現在的白月珠 在新藥產業界呼風喚雨 但是您知道嗎 他剛剛出生的時候 差一點是活不下來的 白月珠 他出生於國共內戰時期 當時越南島上的居民 等了三年多 才終於上船來到台灣 而就在這動蕩的時間 白月珠 他在船上出生了 當時的他 他瘦瘦黑黑的 像一隻小老鼠 連母親都覺得他活不下來 但是白月珠 他卻展現了過人的生命力 後來到美國發展 熬過了他人生最艱困的時期 打打的鍵盤敲擊聲 有節奏的從他手中飛泄而出 他是白月珠 在美國專攻生技醫療產業 是許多新藥上市之前的幕後推手 譬如說現在有一個Alzheimer 就是老年磁帶症失智症 那這個藥呢是A-Sci 是一個日本公司 他們開發的 可是後來輝瑞去把這個藥買下來 就跟這個A-Sci合作 那我也做過這一個藥 過去20年沒有新藥物 可以治療阿茲海默症 但FDA卻在2021年首度核准新藥 而這就出自白月珠之手 A-Alet 我們來討論一下 我們要做Analysis 我們發現收集的Data 並不是我們想像的那樣子 與員工來回討論 找到隱藏在數字背後的漏洞 白月珠與美國各大藥廠合作 回收臨床實驗結果 成功破譯了深色的生物統計數字 並寫成報告送交給FDA 協助進行審核 年營收達到4200萬美元 那我發現有時候他們送來的報告 就是有點就是亂七八糟 譬如說統計上面是可以的 可是在醫藥方面 它的解釋就不合理 或者是醫藥方面合理 可是在統計方面不合理 常常有這種情形 過去曾在美國各大藥廠工作的白月珠 發現臨床實驗結果與數學統計資料 各說各話無法讓人看懂 於是白月珠抓住機會 自立門戶 早在1998年就選擇創業 做藥廠的翻譯機 最後落腳在美國的馬里蘭州 美國的馬里蘭州生機聚落 又被稱作DNA Valley 產業特性從名字上 和矽谷Silicon Valley一樣可見端倪 更是新藥問世之前的最後一戰 就因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坐落一次 一個完全新藥物管理局 有很多時間和錢 傳統的數字是約800億 約7年 馬里蘭大學的醫學博士說明新藥研發 至少得投入8億美金 花超過至少7年的時間 但最終的核可率卻低於10% 第一次 你能做一個人的試試 有所有人的研究 證明有不足的毒物 第一次科學的研究是安全 那些是大量的研究 很多百萬人 很小心地調查 患者的反應 這很高的新藥物 而八月豬卻能將統計資料 醫學專業 還有他的專業素養結合 成功掌握了關鍵的語言密碼 成為行藥加速器 滿高興我收雅兩個女兒 因為我兒子跟他們處得非常好 連我兒子有時候都也叫我姑姑 臉上掛著從容與自信 這樣的事業女強人 讓人難以想像 她的出生是在戰火紛飛之際 國民政府是39年搬到台灣的 可是我的爸爸媽媽呢 是到越南去了 所以我是在越南要回到台灣的 那一刹那生下來的 1949年國共內戰 當時華中交匪總司令部 總司令白崇喜 令當時的第一兵團司令官黃傑 帶兵撤退 從廣西推到越南北部 又因種種因素 最後到了越南復國島 而白月豬的雙青 就在這大部隊當中 圍困了三年半 而這一批赴台部隊 才到了台灣 可是在船上大概七天七夜吧 我聽我媽媽講 她說我的那個肚臍沒有綁緊 一直流血 一直流血 她說我身上還像個小老鼠一樣 黑黑瘦臭的 她就以為我活不了 那她本來就有點想要把我丟到 海裡面 海裡面 而白月豬的名字 也是為了紀念這段經歷而來 雖然跟著大部隊到了台灣 但求學時期卻因為家貧 找不起學費 好像是四百塊錢我記得 那就問我爸爸 我爸說要要要去讀 你覺得有用一定要讀 那五點下課 我們就要去回去讀那個補校 那我就一直在那邊看 我爸爸怎麼還沒有來 後來就全部人都走了 他騎一個破的腳踏車 一頭大汗他來了 那交四百塊 他的四百塊不是這樣拿出來 四張四百塊星星的 不是 他四百塊是這個口袋 拿出來二十塊 這個口袋拿出幾塊 這個口袋拿出來一百塊 我眼淚都掉下來了 這些經歷讓白月珠從小就展現過人意志 養成強韌的生命力 去面對人生當中的各種挑戰 她們一直都很激烈 她們一直都很激烈 她們有一個有意識的 性格 她們都會說 是一個 或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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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她們一直都很激烈 她們一直都很喜歡她 所以我覺得她們 這很適合她 她們很好的 白月珠甚至在2022年 获美国总统拜登肯定 获得白宫终身成就奖 而这在每30年的历练 让当年那个不起眼的小女孩 散发耀眼光彩 而新药做出来之后 当然包装也很重要 今天我们要前进台中 来看这家全亚洲最大 全世界前三大的药品包装设备厂 创办人是57年次的严德欣 原本做的是金属加工产业 但10年前 他选择踏入了全新的制药领域 从贴标机开始做起 如何在业界能够屹立不摇 他们罕见的生产线 今天首次曝光 数十个白色小瓶子 如同瀑布倾斜而下 随着转盘带动 一个个排培站 通往下一段旅程 瓶子过来之后呢 它会勾盖 如果是在背面的话 它就不用勾 到这里的时候再翻过来 所以全部都是正面 透过感测器作动 原本横躺的罐子 站得直挺挺 推着队伍继续前进 生好参数 将固定的药粒数进行充填 内容物也能更换 改成粉状或者液体 速度非常快 它是用拉的方式 然后一分钟可以烤150瓶 最主要是要让药粒 在里面是很稳定的 它不会这样随意的晃动 为了防潮利于保存 加入干燥力 棉花是必备步骤 镜头带您到台中大理 这是全亚洲最大的 药品包装设备厂 实在可难想象 全亚洲最大 世界前三大的 药品包装设备厂 是以贴标机起家 一座就是40年 我接手这个工资之后 它是以贴标机为主 那我发觉到 就是很多的产品 因为要把 第一个要把银色获利增加 所以那时候我把整个的 整线的设备 我慢慢来增加来拓展市场 棉花机 那个礼品机 整线的设备 目前为止除了 我们的鼠粒是 荷兰帮我们代工以外 其实我们都已经可以 自主来制造制造 来销售这样子 葡萄王跟我们蛮实设备 转型增加机台性能之后 除了贴标 还能礼品 要定属利 悬盖等等 机器的性能多元 整合度高 不少知名大厂都是合作商 除了葡萄王 还有辉瑞 雅培 勇信 都用他们的机器 介绍着亮丽成绩 骄傲神情藏不住 他是57年次的严德欣 原本做金属加工业的他 10年前 却选择踏入陌生的制药设备业 我刚开始来的时候 我快过半年的时间 我听不懂我们的主管会 他们讲的是什么东西 因为煤台机器我根本不熟悉 我差不多利用了半年时间 把它弄清楚 以前我就做贸易起家 所以我很喜欢到世界各地去跑 去跑看别的新的产品 那后来我看到了 这个行业是一个很独特性 很寡占 不惠言花了半年 恶补才进入状况 公众使然 严德欣时常出国接触客户 洞悉时代趋势 观察到高龄化 不要人口增加 以及保健市场兴起 让他决定投入制药相关产业 入主老品牌之后 除了智力发展新品 寻求突破点 另一个难关则是 取得认证 台湾本土的话 因为对外语的一个翻译 跟你的讲解 或许跟国外认知的语词不一样 FDA跟西医的认证 都是非常困难的一个认证 那我们光写那些缺销文件 公司就有十个左右的 一个小组的人员 专门每天在那边写资料 因为它的法规制在改 国际认证取得耗时备工 甚至有单一基台 需要高达20本的验证文件 但这却是毕竟历程 事业的敲门砖 有了认证背书 主力市场的抉择 严德兴有独到见解 因为大陆第一个非常竞争 第二个价格非常差 第三个尾款根本收不到 美国是第一个价钱高 第二个收钱快 第三个根本不用放账 所以我把市场转到美国去 所以我美国从我接手 移到目前应该成长的五倍左右 中国虽然市场庞大 但就怕消价竞争两败俱伤 他选择淡化中国经营 走高品质客制化 全力冲刺美国市场 拼事业严德兴很有自己的一套 他的太太林静怡 不只是默默守候 更站上了第一线一块打仗 他可能最整个的管理 还是一个行销部分 他有一些他的看法 我想我们都是彼此讨论 来想办法把市场给秉座大 黑色套装配上高跟鞋 在工厂内巡视 贵气又不失专业 林静怡管理行销的专长 化身得力助手 更是最强业务 波测量时长全球跑透透 要持续扩大 事业蓝图 欧洲本来就是要设分公司 那可能复制就是美国的经验 美国印度欧洲三只脚 那我认为整个业务的成长 是非常高的 不仅在世界药房 印度是占第一 美国市场的业绩也斑被成长 欧洲就像那块缺角的拼图 大国际杯 严德鑫不给自己退路 希望在这寡占市场 再下一城 再来看看现代人生活 工作压力大 很多人就是没有办法 好好睡一个觉 睡眠问题已经成为一个 很重要的现代课题了 因此全球的睡眠商机大爆发 包括了请具 药物跟呼吸器 其实都是睡眠商机 根据美国研究机构的调查 2021年全球睡眠商机的产值 大约是有640亿美金 2030年可以成长到 1183亿美元 大概是新台币3.5兆 而年复合成长率 也将近7.1% 而台湾床垫市场的商机 每一年将近有300亿 光在台湾一年 可以卖出140万张的床垫 不过在一般人的印象当中 床垫可能都是白色的 但是由业者推出了 全黑的床垫 透过镜头 我们要带您看看 这黑色床垫它有什么特殊之处 一圈一圈的小弹簧 有着自己节拍 随着机器节奏 舞出一首专属的华尔兹 高温烘烤下的弹簧 套上白色织布 就像被赋予新任务 排列整齐拼接后 成了大家熟悉的独立筒床垫 产线另一头上百只针线 齐头并行 铺的是另一首交响曲 正在赶工床垫的外衣 镜头带您到桃圆归山 这是全台罕见的一条龙 床垫生产线 不只制成一手包办 测试评管也是自己来 滚了大概两万次之后 就相当于睡了十年 模拟七十公斤重的成人 躺在上头翻滚两万次 只会考验床垫的耐用度 和好不好睡 一万次看它的高度都失去 这个弹簧有一个压力 什么都得试 什么都不奇怪 床垫软硬度高度 弹簧的回弹力 就连床垫的颜色也要很跳通 一般人既定印象的床垫 就是白色没有其他选项 因此也让这个黑妈妈的床垫 成了一大片床垫中 相对突出的亮点 工厂那边一开始是断然拒绝 因为第一个换线的流程 实在太复杂 第二个她说 真的没有人做黑色的床垫 而且老一辈的长辈们就说 还拍给掉 黑色真的很吸睛 而且感觉起来很有质感 然后我又说服我自己说 男生一定会很喜欢她耐脏 等等之类的 讲起一手策划的黑床垫 藏不住得意骄傲 她是69年次的廖宇轩 广电系出身 曾做过节目执行制作 电视台企划等 职场上的灵活应变 也让她脑筋动得特别快 我传播圈出身 然后我带过公安公司 我其实对于行销这件事情 一直是有热情的 是有兴趣的 我一直觉得不管今天产品是什么 一定要让它变得好玩 只是空有想法 知心面却不容易 门外盖要踏进陌生领域 床垫工厂的老师傅 起初可是一笑止止 这个阿妹要自己开车 跑到山上的一间工厂去拜访 然后说大哥不好意思 我想要做床垫 人家老前辈跟你聊两句 就知道你根本什么都不会 我还问了一些很愚蠢的问题 我说弹簧床里面一定要有弹簧吗 连续一个月进出床垫工厂 边看边学 恶补相关知识 只是想打长久战 不能光靠外观吸睛 政策上也要改革 全部都是使用乌督 然后零瘦化器零甲醇的那个热绒胶 要取代强力胶 他们曾用过荷兰水性胶 但却不容易干出货后床垫发霉 后来改用热绒胶 粘格小火均匀 又能耐干耐热 成了现行的床垫黏着剂 不只曾在制程上多次改良厚壁 让雨萱回想 品牌创立最大难关 是一场无情大祸 前一天就 我接到电话就说工厂失火 整个仓库就已经在火海里面了 然后我们那时候并没有别的仓库 我们只有那个仓库 一把火烧毁仓库内上千万元的存货 一瞬间化为乌有 只能赶紧掉货找新仓库 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 就只是没有货 那再把货补齐 我们就可以从头再来 产品还没开始卖就被烧毁 反而让他们越挫越勇 但是慢了半年 重新出发 产品开发力道得再加强 我当时在过年前推出 麻将床垫的时候 其实我并不期待它会有销量 但因为明星三圈也来找我们 当时的就是合作 然后我就说好吧 那我就当作开发一个床垫 来做媒体曝光 麻将放大后成了床垫 天马行空的创意 竟然成了送礼热门 要留的话羽龙共舞这一张 所以我们就决定把龙虾 放到床垫上 就是这部垫已经30年了 我们就邀请意大利设计名师 Sitown Police 来跟我们联名设计一款 我就说这个idea太好了 对床垫外观上独树一格的坚持 更意外让美国电商亚马逊向众 即将打入北美市场 所以当时请他们来找我们 是因为他们觉得 我们的图很美 然后他们觉得我们的图 只要上去就是一定会 非常的被关注 我们当时也很兴奋 就觉得说哇我们要进军国外 海外舱怎么进舱怎么出货 讨论到最后那 退换货跟维修怎么办 我们的东西这么大 它不是说你自己把它寄回来就好了 它也寄不回来 只是床垫财机大 也增加营销难度 该如何把这MIT床垫外销 考验着团队的应变能力 不止美国那边包含马来西亚 我们都有想要有再更深一步的合作 跟我们的当地的供应商 其实我们也有在跟马来西亚 我们当地的供应商之前也有在谈 走出熟悉的媒体舒适圈 改踏进阳刚的制造工厂 善用努力的细腻跟韧性 让一张张床垫 以骨头面貌送入家家谷部 而接下来我们要来看这家 已经超过50年的泡棉工厂 最早他们是坐汽机车的 已坐垫起家 原本可是台湾前三大车厂 非常的风光 没有想到后来面临产业外移 再加上很多的车厂 收回代工订单自己来生产 让工厂面临危机 董事长王维宽 他将危机化成转机 他不但发展出了 记忆泡棉技术 又做成智慧泡棉床 这反而让公司跳脱了传统框架 成功跨足智慧医疗市场 依据不同的模组 机器手臂精准投料 再高温烘烤 激化原料发泡 仿佛就像鸡蛋糕一样 瞬间捧起 制成形态各异的3D泡棉 其实一般的泡棉来讲 他们都用大块发泡 那我们是用比较特殊的模具制成 它比较好控制外形 密度跟品质 早期的泡棉之城 以大块发泡为主 因此对右依赖人力 进行裁切加工 还有捏贴 后续工程不仅费功耗时 又无法百分之百 契合产品的设计造型 大块发泡 因为地形影的关系 它发泡得很大块 所以上层的密度跟下层的密度 会有很大的差异 这样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 泡棉的品质的差异 因为你不知道你买到的是 哪一层的泡棉 因此他们舍去传统做法 采用模具发泡技术 利用独家设计 加入人体工学的概念 进行客具化生产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销 它是非常的平整 它不会有大块大块 大颗小颗大颗小颗的 其实因为我们是模具成型 所以外观第一件事情 是第一个要检查的条件 所以这个很明显的 就是在外观上面 它因为在拿取的时候 有撕裂了 所以这个就我们会打入NGP 只见工人们忙着修整毛边 一边仔细检查 确认品质没有问题 在安上认证条码 而这些看似简单工序 从材料开始就隐藏不少心思 那这里看到有两个不同颜色的泡棉 其实它是不同的原料 这个黄色是我们高弹的原料 这个白色是我们减压材质的原料 它是聚乙烯这样子 然后透过不同的材质的配方 去做混合 然后导致它有可能有一个弹性上的差异 跟回复性上的一个差异 利用这样的技术 在1970年代成功打入汽车市场 为台湾三大汽车厂从乙电投入整电 到内部把手提供生产 甚至还成为欧洲汽车乙电的供应勺 从你在睡觉的房电枕头 然后到你开始在开车 甚至你坐捷运坐公车的乙电费电 然后甚至到你到公司去 然后它你的整个公司的办公室的座椅 有太多太多可以做的东西 而这些经过高温空烤之后 还滩留着些许余温的造型泡棉 紧接着还要送入下个阶段 进行后续的加工处理 其实我们从取摩之后 后面需要做一些浸置跟后处理的加工 像这个就是我们骨科 那个圆形座椅的座椅垫 这个来讲的话 是我们的那个办公室的 很有印象 一个椅子后面的那个被垫的形状 早期像是山羊啊 都是我们很主要的客人 像一样在用一体成型的方式 可以有很好的效果 包含像后面 因为我们怎么样要能够直接符合在 bit在它的骨架上面 这些都有一些相关的一些 像不同的这些设计 每个在里面 所以我们东西一上去 它就直接要符合在它的 机器设计的做椅垫上面 而能拿下大厂订单的关键 就在于这些一体成型的3D泡棉 不仅得要有足够的支撑坦力 还能精准应用在每一个特殊设计当中 你看这边的厚薄度其实是不一的 对 所以其实这个厚薄度跟整个机车的造型 外观设计是要符合的 不能说因为我的技术 只能这边做得很厚 所以你就要让这个机车前面很厚 它其实要怎么样让它有流线型 然后要让它同时的这么薄 也要具备足够的支撑性 但在技术成熟之际 却面临产业外移 加上汽机车零件被车厂收回 自行制造 出现危机 于是董事长王维宽 开始寻思转型之路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荧幕上 还有我们的住民 它现在就是躺着的状态 那当它坐起来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个坐床的一个姿势 王维宽 跳脱传统后面框架 转移材料技术 物联网科技 转战 智慧 医疗市场 一般是用到比较朝向 像这个感温的功能 它是比较会朝向医疗旁边 因为它你接触的就是人体的进步 它人体进步就有一个温度在 像如果在一般的朝鲜 比什么样的温度 它的反弹率都是一样 如果是我们的这种预线槽 预线水的话 就是越接触你身体的部位 是越软 王维宽 十年磨一剑 应用记忆泡棉技术 提升传统罚头制床 加入智能感测 用来制作精力提材 创造三亿火熟 吸了热量 所以它那一部分跟你 跟皮肤接触的部分特别软一点 碰到热它就会软 就会软掉 其他部分因为是外部的空气比较软 所以那一部分它又比较有 苗边对准 散黏着 比较需求组合不同软硬的碰面充电 王维宽所说的智能感应 就在这层黑色布料里头 看一看这就是我们核心的减压材质 那中间这一层黑色 加上一些软性的材料 这个是我们的感测层 讯号感测层 那可以感测翻身的活动 睡眠的知识 然后来去后续做一些 后续的智慧引用 利用深厚的技术经验 加成智能系统 让传统制造业跨领域串联 智慧医疗展现高度弹性的研发力 每一年苹果的新机上市 就是苹概股最受瞩目的时候 过去代工大厂鸿海 一直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之一 其实现今电子产品 从手机到笔电 甚至连伺服器 最重视的就是散热能力 台湾有一间散热零件厂商 连续十年拿下苹果订单 他们用最冷的技术 却拿下了最热的订单 门禁森严限制人员进出的台北总部研发楼层 不光是规划有专业级的测试室 这是我们的噪音测试箱 它这个背景噪音大概是18个dB 我们现在测试不可 平静的噪音值大概落在38dB 并一边走到旁的每个房间 也都是小型实验室 随时都能看到新设计上线测试 它现在可以控制温度 不要超过45度 液体从这边进来 它可以看到这些气泡 顺着你的模组的方向 那走往上面找 那水流也从这边把热带走 散热模组是可以满足你的需求的 靠着对温度的资助比较 林玉生团队成功拿下苹果跟三星散热订单 并且都是超过十年以上的长期合作伙伴 还有什么了 这是新的妈的 对啊 要获得苹果肯定并不难 但要让他们愿意持续买单 才是最大挑战 因为2009年贾伯斯去世前两年 台湾品牌凭借技术优势取得苹果认证 等到库克接任掌门人之后 不同于贾伯斯的追求完美 库克更重视营收获利 因此一再要求供应链 在品质之外还要能压低生产成本 为了订单 台湾品牌只能先花大钱 进行产现再造工程 苹果对重点供应商应该都会有人进驻 他们去进驻 然后去看你的制程 然后看就是利润就被他摸得很痛 而好处就是你从他这个过程 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譬如我们以前讲的说 我们这个产业很难自动化 因为每个产业都客制化 可是跟苹果合作之后 它确实把这个制动化拽了出来 我们自己开一看都觉得很惊讶 花费近1亿台币改造后 苹果订单稳定成长 额外好处是带动台厂抢下 电竞笔电的市场份额 成功让企业站稳全球重要散热器 制造场地位 温度凝数准会一点高 它这个风扇的转速把它调高到1万点 好 这个是气冷 它它接了吸巴跟管子来做散热 未来这样还是不够用 所以会转成水凉的方式 回顾1995年开始踏入散热领域 林玉生觉得像是老天爷的安排 因为一场庙会活动中 由旅业老板想转型挑战散热模组 两人相谈甚欢 决定共同努力 工作4年后 林玉生选择自创品牌 受限当时笔电销量成长趋缓 寻找散热新商机 迫在眉睫 正常历经金融风暴 而负债百亿美元的三星电子 在休养生息 及韩国政府大力相助下 前景看好 于是林玉生开始与三星接触 成为长达近20年的合作伙伴 其实作为一个大车会要做久 你一定要了解我们公司的变化 Samsung之前是很敢用新东西 所以你就是要配合它做更创新 譬如它是全球第一家 导入Mailware Chamber的手机公司 的那个公司 所以你当时的研发就花了很多力气 所以逆得到他们需求 符合他们的需求 所以你就一代一代这样跟得下 从李建西时代 开始合作到李在荣接班 技术优势一直是台湾强项 这个新产品做得怎么样 怎么保证它不会弄 这就是3DVC 它一样就是结合热管跟VC 我今天把里面的枪子是打通的 OK OK 会比一般的VC还要 所以它可以结很高 对 所以未来高度预算 应该用到很多 没错 但在技术层面之外 不同于苹果的强势作风 要跟韩国大厂长期配合 李玉生的交手心得是 掌握住商务谈派的氛围 绝对有正面帮助 Samsung基本上它比较 强悍 所以我们的员工也不能 不能说太强也不能说软弱 所以找到比较不卑不抗 然后就慢慢跟他们谈 然后他们就一直会跟你想要合作 跟三星展开深度合作后 不到两年时间获利大幅成长 当营收开始赚回半个股本时 新创品牌正式上市 股价快速突破反元大关 林玉生成为亿万富翁 如果要出来创业 可能不能只有一项功能 那业务是最要最紧要一个功能 但是你可能要后勤的这些 十八般五一你都要通 才比较容易成功 要不然你就不能那么早出来创业 只是太早获得的成就感 让林玉生迷失方向 一个错误的选择 差点让自己一败涂地 对一个三十几岁年轻人 对你的人生梦想好像达到了 对上跪了 所以你对财务也很自由 所以你的想法就是说 要实践一些东西 提前不问公司是最新宗教与艺术品 短短四年企业先后丢掉许多大客户 甚至连亏十三计 一直到股东准备找新的领航人时 林玉生幡然醒悟 决定重回职场挽救颓势 这个以前笔电在用的 大概上了八瓦到二十瓦 后来进入伺服器就上了八十到一百二十瓦 到这里它就上四百瓦到六百瓦 甚至明年的芯片可能八百一千 那未来十年是一个高度运算的时代 所以从以前的热管 芯片 然后进化再用VC Fever Chamber 甚至可以用到水冷 这是我们觉得这个产业还在成长 重新挖掘伺服器商机 并且锁定苹果维持稳定获利 再出发的林玉生 快速交出漂亮成绩单 年营收突破百亿 毛利率超过两成 未来的AI高速运算 放下滑而不时的梦想 重新追求技术本位优势 台湾散热器大厂 要用最冷技术争取最热商机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到中台湾 来看这家全球缝纫机 真机座主要的供应商 过去他们靠着灵活策略站稳市场 这几年来不断加强上下游的垂直整合 您可以想象吗 缝纫机的基座它居然可以跟卫星 还有汽车产业相结合 甚至还打入了卫星供应链的业者 根据研究国际低轨通讯 卫星发展趋势 整体产值分为四大面向 卫星本体与发射升空 目前是以美国为主 不到整体的7% 升空运作后 所带动的服务产值 预估将有43.5% 至于现阶段最需要的地面设备建设 产值最高有50%左右 市场预估 台湾在这方面的商机 超过1700亿台币 而这也是台湾中小型 金属加工产业最有机会参与的一环 这一期大概准了都会好 这个应该大概六个月左右才会好吧 目前还要三条线嘛 特产产能这样能不能来得及 他是赖一轮 台湾金属加工业第三代 是带领企业进入低轨卫星 地面设备供应链一环的关键人物 那我们最大的竞争力就是呢 在加工的制程上能够比 一般竞争对手还要快三分之一 过去靠着自身加工实力 逐步成为全球各征车品牌 最重要的零件供应商 但进入卫星时代 台湾中小企业想要摆脱低利代工压力 必须要做到垂直整合 才有机会拿下全新商机 目前来讲我们的中小企业 或者是这个加工业者 大部分都是单打独斗 那我们要把它整合的话 就必须把它的制程都合并进来 所以我们就思考的是要从材料端 然后到代工的这一块 到所有的外观处理 那可以一次就把客人用的东西一次完成 能够率先进入卫星供应链 企业第三代赖一轮表示 台湾传统金属加工产业 已经面临发展瓶颈 不只要垂直整合 转型更是必要手段 像过去祖父跟父亲掌坐时 企业面临多次风险 全靠提前转型度过危机 我们真车做到现在 也做了大概60年以上了 那目前我们是真车部分 家用跟工业用的里面 在全球品牌里面的主要的一个供应商 就在台湾靠着金属加工实力 成为真车零件主要供应区域时 日本开始流行遥控模型车 高性价比引擎成为人气商品 于是又有日本买家要寻找合作伙伴 尤其锁定台湾 它的引擎部件的 它的引擎跟我们的这个真车零件 是有一些技术上的共通 它的型模型车是使用五分之一的汽油引擎 那当初我们就是开发这一块 那目前来讲应该算是 全世界全三大品牌 成功打造出受市场欢迎的 遥控模型车汽油引擎 本土企业迎来超过五年的稳定发展期 只是正当内部评估 是否该扩大生产规模时 国际市场上突如其来的变化 让赖家必须提前转型 2008年的时候 我们在一次的这个 德国的玩具展上面发现 新的东西推出来就是马达 电动马达的引擎 电动马达引擎刚出来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的油车都还认为 它不会发展起来 当时我们就发现可能 这个会有取代性 短短两年时间 汽油引擎一蹶不振 模型车市场就只剩下电动马达订单 还好当时第三代已经进入公司帮忙 提供不同思路 选择及时转型 终于保住企业发展契机 客户端都是日系的客户 在日系的部分 它就有开始介绍我们转向 这个汽车零件生产 因为我们本身就已经有 这个加工代工的这个背景 所以后来我们就跟他们讨论 慢慢的就是选择了走向 这个安全部品的部分 那安全部品主要就是说 对驾驶人有安全疑虑影响的 部品相对的它的要求跟管理 跟精度都相对的比较高 同样都是生产汽车零件 赖家进入市场时机相对较晚 想要弯道超车 只能从设备上着手 不同于其他老厂 靠着单一设备搭配人工完成生产 赖家姐弟发现 减少委外更能精准掌控成本 于是着手调整厂内工具机品相 希望全程掌握弓箭制程 这个区域都是做的是 大型机械电压比较高 那我们用的是比较鲜黄色的颜色 来做区隔 这边做的是小型机械 做的就是汽车零件 可以做产品追溯记录的地方 不只厂区重新规划 相关工具机部分 先是显床分填到一百多台 其次像是切削机 电解加工机 研磨机等录续到位 下一条这种产线 大概什么时候会上线 预计在下半年度 就会开始增量第二条产线 三代正式接班后 以全面提升金属加工能力为目标 要用高精密概念 增加MIT汽车零件的竞争优势 原本真车跟引擎 占我们营收大概三成左右 如果做高精密的产品 会比较有市场竞争力 于是我们就开始投入了 汽车零件这方面 成功量产汽车零件之后 它可以替代我们 引擎以及真车市场的营收 然后成功地带我们转型 到了汽车市场 从模型车跨入实体车市场 赖家第三代 虚空绝尾 全车之鉴 金属加工制程 会因为市场改变 而有所调整 赖世界地评估 要是刚进入的汽车市场 出现油电交地问题 制程大幅调整 不及早阴影的话 商机 稍纵即逝 大概十几年前 我们就都进公司了 那其实进公司后面的学习 就在这个环境的变化上 就比较有点跟不上 那后来呢 又遇到这个特斯拉电动车 进入市场的状况 所以我们就是在觉得说 应该要再去做一些新的进修 看看现在新的产业上 大家都是怎么去做的 避免没守成规 重整金属加工能力 台湾中小型企业 要小博大挑战全球市场 欢迎回来 台湾未来的新动力 等着我们继续发掘 新动大未来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院小婉 我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